大家好我是Sue,欢迎来到本期的登巴大战 此生比赛还是全主力 登神用特瑞首发对抗巴尔神域的大门 众所周知,大门是非常克制EX模式的 因为他的头戚 可以很快地进行枪装 但如果打登神的话 登神你看刚才对于大门这个天地反应是了之长 快速后跳了一下,躲过了一发天地反 看大门现在还被封得很难受 但是你压得再厉害啊 这个压制总会有破绽 你想一点破绽不留,确实很难很难 大门抓到一个破绽,就是一阵猛摔 下地图上不跟,一个冲军头 近身,下中角别挡了 就是和你近身猜招 没有办法啊,登神还是上道了 大门再给他来一发天地反 剪头扫服,近身来一手 下中角晕 晕掉以后地雷阵又震了一下 其实已经晕掉了刚才 下中角的时候已经晕了,他又接了个震 那接着看登神下一个人 登神的有力 EX模式下 登神没有扶过谁 被中拳搞了一拳 有力清水宣布出来 圣灵龙就跟波波接跳Cd 两次Cd之后三次Cd 圣灵龙还可以再接其实 但是登神选择了放弃连招 因为再接下去的话 伤害也没有那么高啊 有力满气了 飞翔拳 飞翔拳 一个向C 就可以带走 飞翔拳也是完全可以带入必杀的 第三个回合 巴神月的布置火舞 布置后暴气 开上一扇子 这扇子已经在登神的掌握之内 登神现在森龙接波 波接Cd 飞翔拳取消 Cd再来一发 森龙炫富腿飞翔拳 没有气只能在图下一段 你看这种潜潜压制啊 就是让步之后很难受 步之后后顶的话也用处不大 又中招了 也只是贴身压着打 巴神于今天 大门一跪 后期就会非常被动 因为大门是科斯1X模式的主要人物 优理还近身Cd 弹了一下 巴神葵花转牢 这个吊血非常的少 因属于防御反击 强反冒似还没出 巴神接着先爆一气 爆气时候 骗出了生龙 这下游历啊 近身确实 让暴走人物都很难受 一种贴身打法 百合德应哲 身后溃花 三世 居然不带超杀 又想来一发百合德 哦 巴神终于交出强反了 交出强反之后 巴神再次跟上去 百合德 跳在地 秒钟 雷黄拳撂倒了 游历现在是残血棒状态 他抓到机会 即便是 即便是防御反击啊 也是可以打的 也可以打出很高伤害来 看巴神 这个巴神 能不能力挽狂澜 灯神剩一个板切梁 板切梁开场 在地中招 被抢通了 跳地 小生龙之后 板切梁也用生龙 就你会生龙吗 灯神表示 我比你更强 拿到第一分之后 我们进入到下一局 这两位的生龙 都是挺厉害的 有时候也是打得特别准 第二个回合 巴神也去大门 开场特瑞跟了一发 倒月梯 搭过篮 滑铲 再接一个倒月梯 然后青角 扔上去 倒月梯 做取消 巴神约死 半穴以下了 已经 特瑞打头阵 一向都是非常猛 就是利用超层的拳脚 来打伤害 没有气也不要紧 就是贴身和你摸 巴神约的大门 很快就跪了 虽然说 巴神约的大门 克制EX模式 但是灯神 一直在变化 套路在变化 可以利用 EX模式的 前前后后操作 来骗出大门的抓 让大门非常慌乱 使得大门 到最后都不敢抓了 所以说 他也就克制 不住EX模式了 有那么一种 见招拆招的感觉 第三个回合 来看灯神的游力 游力快速跳地 但是被扇了一扇子 起身之后 游力还发动 前前反而被 不知后摇了一把 那么游力后续 还可以再浪吗 游力跳也跳不起来 前前也冲破 冲破防线了 还是抓到了 一点小小的破绽 就那么一点 没办法 EX模式速度太快了 两次大波 第二次没打到 其实不如不接大波了 不如怼上去给个CD了 你看现在就反而 处于被动了 这游力 现在不知后 血量也不是很多了 他不妨再爆一期 现在 其实爆一期是可以的 哦 完了 飞翔拳打康 飞翔拳第二段 直接带走 巴神运又生一个巴神了 今天巴神也这么回事 看到最后一个巴神怎么样 最后一个巴神 想前跑 直接被打出了强反 这么快的吗 灯神节奏太好了吧 英德外合者 还是被雷黄拳打到 骗闪神居然没有抓住 那巴神配花三 是必接巴之女 给我上 灯神红雪 红雪 你也没有机会 无限放必杀了 巴神也肯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葵花千银可 葵花一点 直接带走 来看灯神最后一个 阿良 板车梁 小黄人 巴神射击爆弃 爆弃就中圣龙 飞翔拳砍刀手 砍刀手 牵脚一点 投机被拆 板车梁 哇 巴神快速一个飞翔一跃 又用圣龙取消飞翔就砍刀手 还接了两段 这下巴神就得不偿试了 只能交出抢反 哇 灯神现在也 不妨等满气以后 也交一个抢反 圣龙爪挠地波 地波跳在地 跳地抢攻以后 还想再来一个逆向的 百合者吧 应该是 结果没有成功 灯神又拿到了第二分 现在来看第三局 巴神也得大门 哇 卡瑞轻攻击两点 快速就算一个能量 冲场倒一踢 随时踢倒一踢 再跟一手 下中角 大广篮空了 大门的就一脚一个天地板 来了 该来的总会来 会接地狱折落呢 他不接 其实不接了 接地狱折落 把伤害拉到最高 然后再接一个蓝 蓝之山 都可以的 这次 应该是可以收掉 灯神的特瑞了吧 头上不两段 已经晕了 晕掉以后 再来一个超大外哥 最后晕掉 小地雷阵 晕了以后还接着脸 这是巴神的特色 就是喜欢鞭尸 第二个回合 灯神之尤利 尤利开场使用 跳贼的进行打压制 两点清攻击之后 再打压制下来确认 哇 大门强抓空隙蓝之山 这招在对手压制的时候 还是特别好使的 可以把他从空中压制 给截击下来 有特点 啊 尤利还想再牵牵 两点血缝在上了 生龙接波 距离太近 将军接不上 哇 头上不跑过去硬顶 想泡泡再点一个赞青角 太远了 距离太远了 没办法 那灯神的板气梁要出场了 一个大门杀到板气梁 半身运优势进险这局 来看阿灯的板气梁出现 青角先点几点 打门闪到背后 就给他一个天地反 进行头上浮 一脚踢飞 没有动 头上浮再点 头上浮两段 等你跳了 阿灯还真上道了 好 打压制 头上浮 又等阿灯跳了 灯神还真又跳了 灯神 马上红雪 第二段闭红 第三段 哎呀 第三段没有等他出 灯神就直接交出了强反 板气梁强反 是要打伤害了吗 看这个情况 应该是的 双段飞橡脚接波 接一个斩力拳 飞橡脚砍 倒是熬了 熬了 开始了 经典的强反 又开始了 目前已经来到了 七十多连 但是还没有完 灯神可以再接着干下去 天地霸王拳 波 波接大波 然后生龙一下 生龙两下 飞橡脚砍刀手砍刀手 哎 来一脚 顺势机器 板气梁快速破招 飞橡脚接波 波接一个天地霸王拳 八神就一滴血 可以送走他了 强反 再配合后面的不强反 很快将大门送走 来看八神越的不知火舞 今天板气梁看来 是要将强反进行到底了 就连出招之中 带着防御反击的玩法 哦 波接后后撤一个波 那板气梁 欧拉 欧拉交出了强反 欧拉 在 板气梁 这一波要强反多少连了 坎宝斯想要用 最高伤害打法 来打击对手 波之后血害很多 打一个25 都问题不大 这款灯神后续会不会中间突然中断 然后给 波之后致力 以及很快结束战斗 强反 时间是不走的 一个欧拉欧拉 一百连 很轻松的上一百连 上一百连之后 我想灯神可能会用大招来 把这个伤害来搞得最高 小波接大波 生龙接个波 然后再接cd接波 好 现在打正起套啊 就是为了搞满下面的一管气 其实这个强反啊 也是属于98C的bug 灯神把这种bug 玩的是贼溜 哇 一百八十多连了 哦 飞天脚接波 波之一个斩链拳 两百多连了 255 马上实现 斩链拳 这局就是灯神的表演局了 哇 生龙飞天脚砍 都是爱真是爱真是 上了 又上了 255 实现了 已经成功了 但是巴神月还有血 步骤后要被打烂了 斩猎拳 生龙 啊 天地放好拳 狐狸亚飞天脚砍 都是砍的欧拉 挂岛结束 最后又打出了一个37连 255以后 来看巴神月的 巴神 好 巴神快速一个月 来发地波 阮 斩链也是使用圣龙坑刀手 巴神再交出强反 给一个秦月仪 百合者逆下 魁花天堂之间死内 斩链 欧拉交出抢反 欧拉杉 一发大波 天地霸王拳 没有打中 发生始终钢CD发波 轻角两点 葵花两段 一个葵花千月金 灯神直接没了 灯神玩的挺黑 可是最后还是挂了 一阵操作猛如虎 一看伤害真的只有0.5 这个抢反 就是凭借着每招0.5的伤害 灯神居然把对面给连死了 先别大门开启一个连抓 大门进神 头上服借一个愉快 又真是料的 两套基本就可以带走灯神了 下低头上服一段 一脚踢飞超大外戈 一点血蓝至三 带走 不会再给灯神流下残血了 八神也表示绝对不会 因为八神吃这个残血的亏吃的太多了 先看灯神的游力 游力顺势机器 哎呦 前前被抓了 灯神看来是要被制裁了 哇 下中角 接一个头上活性 神兽大外戈被躲了过去 游力挤满一管器 额 你想被点 游力C头接一发霸卧消耗拳 再来一发 圣龙旋復队飞翔拳 飞翔疯狂脚 八神区直接残血 残血之后还中了个C的 那游力又使用了个爆裂掌机 继续防御反击 哦 直接拉了过来哦 地狱极了 哦 下中角接出银头 因为灯神又剩一个板切梁了 难道说后面又是板切梁的表演时间 板切梁 先用墙圈 前前两段压制大门 现在大门 也是比较无奈 因为剩一滴血 想狂狂不起来 向前跑的这个时间 就已经中了个大波了 来看老八下一个小五 老八玩小五 现在小五直接爆气 超不下忍风一个超高身位 扔一下滑铲 没有再扔到下一次 那板切梁可要 给力的脸上去 C的两段战列拳 八波发了个波 居然不出大招 砍刀手板切梁交出抢反 等待的将是八神也被抢反 不知后总是最惨的那一个 先迎接的是板切梁的拳头 不知后 八神剩的这些血 灯神完全还可以再抢反他个200多连 都没有问题 C的斩力拳 又上100了 现在灯神对这套抢反啊 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收入率很低很低 只要连上 就像磁铁一样 像拱皮膏药一样 不像磁铁一样 你跑都跑不掉 太黏了 双生龙飞翔角 生龙斩力拳 好这一套打得漂亮 刚才有一个细节 那就是双生龙 需要对高度 非常有准确的预判 又出来一套超杀 看来这波上255 仍然没有什么大问题 斩力拳 这次可能比上一套打得还要多 255连拳重置 Oh my god 30多连 不止后还有血 两次大拨 天地保全 哎呀40多连了 这把可能要上300 上不了 差一点 上300了 255加上个47 上300了 可以的 第五个回合 霸神月的霸神 我感觉如果霸神月还有血 灯神上个500都没问题吧 这个稳定性 哦 霸神抢反 等待霸神抢反了 抢了霸了霸了 霸神又开始了 霸神月实在是太惨了 霸神连结 斩力拳居然吸住了 霸神没有动 他以为灯神会不失误 可这灯神他失误了 失误倒是成了一个突破点 这就很搞笑了 灯神3比1 拿下了霸神 又结束战斗 记住 记住 中文字幕——YK